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联想的问题 联想的问题 咱们越来越开始讨论一些深度的话题 我们改革开放 我们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法 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于起来 先富带动后富 让这个问题提出来的话 其实大家的话都是比较认同的是个共识 但是现在呢 其实从联想这个事情来看 这个问题走的是发生了一些问题 所以对于这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我们更多的要看什么呢 是让什么人先富起来 联想的故事告诉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看 在联想里头作为科技人员 作为创业人员和创造者 尼光南并没有富 富起来的是什么呢 是从科技院的干部下来的 柳传志 以及后来的话呢 柳传志很早就变成了资本化 资本化就控制这个公司 然后呢 然后呢 富起来以后 他变成了资本 然后呢 他通过资本的话 他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富起来的话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一个让有权力的人先富起来了 而且他的权力合法化了 他靠他是计算所所长 实现了他的权力的合法化 然后呢 从权力的合法化赋予起来以后呢 把这个赋予呢 又变成了资本化 变成了资本化以后呢 他还可以跨国境 你看联想是不是中国的 还要说一说 那么我们这个钱呢 他已经不在中国了 他并不是想着带动后头有谁富裕 而是想着呢 我的钱怎么能更多的生钱 他不但不让你其他人富裕了 等于其他人还要被他剥削一把 这等于完全这样呢 走到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反面 也走到了我们当初说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个初心吧 对吧 我们初心是什么 你让你先富是为了大家共同富裕的 不是为了让你先富 你就有能力的话 更富你有能力剥削我们 甚至有能力把这财富呢 再转移到境外去 这就是这个联想的一个核心问题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这要讨论的话 就是让谁先富起来 本人的观点呢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话 我们是牢方优先的 牢方里头谁要先富起来呀 那就是科技人员对于这个整个的我们的中国的经济增长 科技发展有创造性的人员 联想正好是走了一个反面 这个有创造性的人员 那是谁是创造呢 那尼光南显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创造 他的联想的技术的进步 那么呢 离不开他 而这样有创造性的人员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联想分房子的时候 他都没有分到 分房子的时候 联想说什么呢 说原来国家讲过他房子了 因为国家奖励过他房子 他就属于有房子了 不给他房子了 他那房子给赞茂巢了 那你就想一想 对吧 你这个事的话呢 这时候他不讲那个多劳多德了 他是讲那个社会主义啊 社会主义给的是谁啊 还是官员 权力 所以中国在这次改革开放里头啊 他真正的变化是什么 你像刚建国的时候 当时走了一些极左 把科技人员呢 变成了臭老酒 当年的这个臭老酒啊 还是在政治上的臭老酒 经济上其实还是挺好的 其实改革开放之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过了一些年以后 它实际上使得很多科技人员 在经济上也沦为臭老酒 现在我们叫科研狗 都是这么样子说的 我们总说呢 你看当年老一辈刚建国 多么的艰苦就可以放弃国外的高薪 就奔到中国来了 实际上这个高薪 确实国外的薪啊 你从绝对的算呢 它是放弃了国外的高薪 从相对的算可不是 我们建国初期这些国外归来的 这些科学家们 大概呢 工资能拿到三百来块 三百来块是个什么概念呢 是普通工人的十倍 同时的话呢 比他能拿更高工资的人呢 有更高收入的人呢 基本没有 都得到部长 到国家领导人了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他在美国呢 虽然说拿着高薪 但是跟他的美国的其他人比的话 他还是要受压抑的 他也不受尊重 还要受到排花法案 还要有种族歧视 等等的 当然人家很愿意回来 同时呢 有些人呢 确实也有些理想 这里头的差不多最后的硕国仅存 就是尼光南这样的人 他在国外挣了钱 几万美金 几万美金呢 在国外 虽然说算不上绝对的大富呢 高薪是可以的 回国呢 他跟国内天壤之别 全带给国家了 那时候他带给国家的时候呢 他已经不像说刚建国的时候 他的工资能是普通人的十倍吧 他还是工资变化很小 后来他创业了 这个技术成果呢 带到了他的公司 然后呢 被扫地出门了 扫地出门了以后 还要说一个 说给了他五百万 最后发现这五百万是给科学院的呀 而且给科学院的话呢 他还得在那工作 实际上是一点钱都没给他 就是给扫地出门了 这么大的投入 其实联想实际上是立起了个标杆啊 让这些顶尖人才 他不回来 因为这全国的话呢 你要知道 中国的顶尖人才是很稀缺的 对于每个国家和民族呢 都是重要的资源 美国人专门说了 他这个天才儿童 都是他关系到国家而安全的 这些重要的人才资源 他不回来了 而他在美国呢 美国是故意不给这些中国人有更好的发展空间的 他给印度人可以给 中国人他也不会给 因为印度人是给他当代理人 给他当阿三当了很多年了嘛 当了多少代了嘛 对吧 中国人呢 你没这个机会 所以你这时候你会发现呢 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些年轻人 他在中国 他找到的机会 甚至比美国压抑他 因为我是知道 你像在美国呢 很多时候人家博士毕业不久 如果干的优秀 拿到了顶级学校的教职 很快就可以带博士了 中国呢 他肯定你要论资排辈很多年 而且呢 真正的机制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个 尼光南就进入联想以后 实际上联想的 创造了一个社会的机制是什么 其实我在刚毕业的时候 在中国 后来那个专利法实施 我们还有一些理想的时候 觉得呢 你靠一个先进的技术 你就能够好像一朝前 吃变天 还有专利保障 对吧 最后你会发现 你靠着技术 想要专利保障的 都是呵呵 前边我也分析了 人家三星能力很强 把人家什么样的技术 都给弄没了 甚至后来呢 我就知道了 另外一个案子 讲那个高通的 其实高通和上海 还有一家搞半导体的高通啊 这事是互相的一个竞争关系 但是他把人家 上海的半导体高通呢 人家早了十多年就注册的商标 就给搞掉了 那中国的这个法律里头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人家花了巨资 花了巨款 有关的事情的话呢 现在我估计也很难解决 现在中国的话呢 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你最后的话呢 对于这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你没有机会 你可以知道美国的话 他给创业者非常好的机会 你就像我有一个同学 大学刚毕业的话呢 在国内呢 他找到了一个机会呢 美国给了他个H签证 他就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去呢 他那个去了个小公司 然后很快他小公司上市了 我呢92年毕业的 他呢差不多95年前后吧 就有了500万美金 你要知道95年的500万美金 对于中国人来讲 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对吧 当年连整个联想 94年95年上市 这时候才贷款了多少万美金 入股才多少钱 当时他就有了个500万美金 当时的话呢 是我们那个同学 就是说他在美国的话呢 你甚至还可以看呢 如果最近你要经常能看见什么呢 就顶级的大公司呢 他会去买一些很小的公司 这个公司里头可能就是几个人 甚至几十个人 但是他花了几十亿美金 几千万美金到几十亿美金 然后每个人都能拿到 那个几百万上千万几千万的那个钱 就跟当年我们的同学差不多 实际上就是说 你对于这个非常顶尖的孩子 他都有一个梦想 能快速支付 但中国是不可能的 中国你要是说一个小公司 十几个人的公司 你要有个什么技术 那人家肯定是仿造你技术 然后把你打垮 就像我讲的一时代似的 他通过这个官司就把你的技术给你弄霉了 非常便宜啊 所以你想靠这个技术来活的时候 中国是没有这个土壤 所以很多人呢 在来再说 为什么清华北大最尖的那些学生都出去了 相反 下边的一些学生呢 不是最尖的这些学校呢 这个学生都留在国内了 其实恰恰是什么呢 中国的问题就是 对于最最尖的这些人才 你没有机会 其实我们讲呢 简单劳动也好 复杂劳动也好 实际上 简单和复杂呀 关键实际上应该在有多少创造性 好多人说 你工业生产很复杂 你那个农民种地 那是简单的 就像当初的那些说法的时候 这事是不对的 你真把稻子 种的跟花一样好 那是和种花种好 一样的高技术 一样很难 但是你种稻子呢 就是农民 你种花的花酱呢 收入就高多了 然而你种稻子里头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复杂性 和你简单的做这些工厂劳动来比 那复杂多了 对吧 而实际上真正的很多劳动呢 你只要通过花时间 花成本的去培训 都能掌握的技能 你只要把时间成本呢 相对的扣除 从道理上讲 劳动没有贵贱 工资都该一样 也不要说谁看不起谁 但是差别呢 就是有些人的话 它不是培训出来的 它确实是让人很聪明的地方 其实现在我们在中国的科技上 这事就看得非常清楚 中国呢 搞千军万马的事情 都很厉害 搞一夫当官万夫莫开的事情 都有差点意思 被别人卡脖子 相反中国有这个才干 能干这样的人 都被人吸引到美国去 然后呢 给你一个比较低的工资 这样对于这个呢 就要看一下 那个我们的韩裕 在一千年前就写了 对吧 他写过诗说 也写过马说 对千里马是怎么样的 但是在咱们这个社会呢 那个千里马是难以融下来的 其实这一千年来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真正的改革是什么 是让我们的改革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要给千里马机会啊 你千里马要是能富的话 你一马当先能带动大家富裕 你提高全国的科技水平 你能带动大家富裕 这种带动大家富裕的话是什么 你提高了科技水平 是大家一起富裕 一起做大蛋糕的 你要相反呢 变成有些的话呢 是我富裕了以后 你要富裕是分我蛋糕的 这个事啊 他要先富裕起来了 这个蛋糕你可不好分 这就是这个联想问题的实质 对吧 柳传志要是富起来了 他别人想能分他一块蛋糕吗 分不了 他相反的话呢 他要拿着蛋糕寻租 而尼光南这样的要富起来了 他带来了那个科技 带来了增量给我们整个的民族 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比方说他搞了芯片 搞了操作系统 搞起来我们这产业 我们这产业不会被卡脖子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就是这个社会的机制 这个的经济的背后啊 实际上改革开放到了 现在这么多了 我们提出了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 现在到了 要说让什么人 先富起来的时候了 谢谢大家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再见